很多人对这个wordpress.com 还有wordpress.org的差异 非常好奇 那当然我自己也一直在做测试 就是到底什么状况下 一定要自己安装wordpress 什么状况下 只要去wordpress.com 申请一个账号就好了 那其实我发现 后来wordpress.com 它功能越来越强大 它有分为免费版 跟个人版付费 还有进阶版的付费 还有商务版 这边是25 这是美金 这是美金计价 那如果你是切换到那个 因为我当初注册的时候是这个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 很多繁体版 已经好几年前 八年前了吧 那现在呢 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浏览器去看的话 因为我这有cookie 我用另外一个浏览器去看一下 这边它秀的是台币 所以我现在我用免费 然后目前我把它升级为进阶 它有个人版 我之前升级过个人版 然后再升级成进阶版 那它会用差价的方式让你是升级 然后还有商务版 商务版是每个月799 然后它是按月计费 可是它是一年结账一次 所以等于说你一刷卡的话 就是刷一年份 大概就9000多块 一年9000多块 那它的版本差别大概是这样子 免费版本的话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讲到的 那些功能都有支援 然后比较特别注意的是 3G的储存空间 那说3G储存空间会不会太小 其实不会 因为我用到现在用八年的 我还用不到它的3% 因为大部分你上传图片 你除非你是摄影师 一直在上传非常多的照片 但是一般我们照片 我们会存在图床图库 比如说Google的相簿是免费的嘛 那你就直接存在Google相簿 而且解析度还非常高 那你就不需要全部的图片 就上传到这个网站里面去 你可以直接插入连结就好了 相片就可以直接插进去了 所以这个3G空间其实用不完 然后这个是基本自定 可以去预设的色彩配置 或背景设计还有字型的样式 可以去做修改它的布景 那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版的话 它提供的空间就比较大 有6G的储存空间 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移除OPLESS.com的广告 付费版最便宜的付费版 是可以移除OPLESS.com的广告 至于这个空间其实根本就用不完了 所以它增加到6G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然后这个进阶版每个月240块 它多出的功能是进阶设计自定项目 就是这个无线使用进阶版的布景主题 然后这边是说你可以借由延伸色彩的配置 背景设计并充分掌握网站CSS 来自定你所选的布景主题范本 如果你对CSS比较研究的话 这个对你来说才比较有意义 就是用CSS去改一些 譬如说字体的变换 像我目前我把这个网站改成了 本来是一般是细名体 一般都是新细名体 然后把它改成这个微软的正黑体 微软的正黑体 这个就是我附了这个进阶版本之后 我可以去设计控制它的CSS 增加它的CSS的程式码 然后把它改成那个字体 那不过呢 现在其实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是用手机观看 那手机观看的话 其实它这个字体 手机看的本来就是正黑体 不会是细名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因人而异 不见得说一定很必要 然后它还多了一个功能是 透过网站获利还有VideoPress支援 那因为我不是在赚广告费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有用 这个对我来说也还好 但是比较有意义 就是你可以使用快速无品牌 可自定的播放器 以及丰富的统计资料 以最轻松的方式将影片上传到你的网站 也就是说你今天上传的影片 你不需要去迁入那个YouTube的影片 因为YouTube有YouTube的logo 人家点击YouTube之后会连到YouTube去看到你的原始影片放在哪边 甚至它可以去下载 那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锁住那个影片不想让人家看 那你放在YouTube就不适合嘛 因为你就算即使把它弄成那个非公开 可是你迁入到这边 人家点击之后还是连到YouTube去 他分享你的网址给别人 那你的影片还是一样会流出去 那他这个好处是说 我今天直接上传影片到我的Wordpress空间里面去 那假设你这个Wordpress的这一篇文章 你有设定什么 你有设定密码的话 那人家输入密码之后进去才能够看到这个影片 没有密码的人他是不能够看到这个影片的 因为这个影片是放在这个网站里面这个页面的里面 他并不是迁入的 所以他也没有说可以点击什么logo 然后就外联出去找到这个影片的原始来源的网址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799这个就更炫了 你看安装第三方提供的布景主题和外挂程式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功能 因为我目前是进阶板 我还没我之后会升级到799的版本 就是等我这个目前的免费版的功能 全部都录制完毕之后 我自己会再升级成商务版 然后实际去测试看看 安装布景主题跟外挂程式的这个功能 因为他最下面你这边有写到说 安装外挂程式这是新功能 还有上传布景主题是新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Wordpress.org的那种自行安装 Wordpress的那些用户的话 你可以考虑移过来这个Wordpress.com 然后把它升级成商务版 最大好处是什么 最大好处就是你不用去维护你的虚拟主题 你不用去维护你的虚拟主题 因为这是他们已经架设好的 所以将来有出问题了 骇客入侵了 这个都是他们会去解决的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还有疑虑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上传我自己购买的外挂程式到这边 到这边来的话 那万一出现冲突 或者是导致这个网站crash挂点的话 这个到底怎么去维护跟处理 因为这是没有提供FTP上传的功能的 也没有提供原始码直接让你修改的 如果你是自行安装的话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自行安装Wordpress的人 你可以去拿到整个Wordpress原始码 可以去修改 可以用FTP上传 可是这个是直接申请账号就可以使用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它又能够支援安装外挂程式 跟上传你自己购买的布景主题 那这个就有趣了 到时候我会来试试看 比如说你去安装Wordpress的购物车系统 那这个网站它就变成了购物车系统 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一年九千多块 我觉得不贵 因为你要把那个维护的时间成本算进去 还有那个很烧脑袋的那个维护的精神 要把它算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价格真的不贵 一万以下真的不贵 如果可以让你去自由的安装 你的外挂程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就跟你自行安装Wordpress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到这一页 这边我点击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之后 这是我的后台了 我的网址是免费的 流芳育.wordpress.com 这边的方案点击之后 它就出现你目前自己购买的方案是什么 像我目前是购买这个 你的方案它标示在这边 我是购买进阶版 我本来是免费版然后升级到个人版 然后又升级到进阶版 我主要就是在测试说 这些功能 购买之后的这些功能新的功能 因为我要做教学 所以我必须要让你知道免费有哪些功能 然后付费有哪些功能 然后之后呢 我这边的教学整个录完之后 我还会再去购买这个升级成最后最贵的这个商务版本 那你看哦 你如果是像我现在进阶版8块钱 这是美金 然后再升级成商务版 商务版本来是25块 可是它会自动帮我减掉8块 所以就是变17块 所以它是用补价差的方式去升级的 那这个商务版的功能呢 它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 可以安装外挂程式之外 它上传布景主题之外 它也可以跟Google Analytics 就是Google分析器做整合 然后移除Wordpress.品牌标志 这个本来付费就一定有的 然后有额外的SEO工具 上面这些就一样了 那我点击这个外挂给你看一下 这个外挂 我点击之后呢 它会出现精选外挂 就Wootcommerce就购物车嘛 驾Wordpress都知道的 都会用这个Wootcommerce的购物车 然后有这些SEO工具 或者是其他的有很多工具可以去安装 或ContactFone 你看热门的工具 有没有 这些都可以去安装 甚至是这边有一个上传外挂程式 那我点击上传会出现什么 它会跟我讲说 需使用商务版方案 也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升级到最贵的商务版方案 所以它会给我这个提示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使用 那表示我如果是买了这个商务版方案之外呢 我就可以安装这些他们里面已经 已经出现了这些外挂软体 甚至还可以自行去上传自己的外挂程式 好以上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Wordpress.com这个网站 它只要一注册之后 就可以马上使用的功能 分为免费版、个人版、进阶版跟商务版 它的一些差别 那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会仔细去分析 每一套版本的功能 每一个细项的功能 让你做好真正的内容行销 一定要用到的工具 好好的发挥它的效果 OK 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